現在來這間咖啡廳喝下午茶 叫做芭蕾咖啡館 現在就去看看囉 哇 哇 鹹派看起來很好吃喔 我點了一個他們的鹹派 還有招牌的栗子Cheese Cake 他們的提拉米蘇也是招牌 可是我常常點提拉米蘇 於是放棄它 Menu是在牆上 我點了個南非單路茶熱的 整間店的氛圍很悠閒 因為我要有充電器的位置 所以我選擇往坐在裡面這邊 是有插頭的位置 我的位置在這裡 後面沙發區好多書喔 栗子Cheese Cake 上面的鮮奶油也是栗子口味的 飲料南非單路 一大壺 女人都有兩個味 一個是鹹點味 一個是甜點味 所以我點了兩個點心 我來先來吃這個鹹派 不知道 看是不是超好吃的感覺呢 切一塊來試試看 我覺得我應該要來研究一下鹹派怎麼做 切 要先吃吃看那個鹹派 它鹹派旁邊還要放水果 可是很健康 你是不是弱神嗎 鹹派好好吃喔 香菇QQ的 它應該是放很多糊糊吧 它應該是放很多糊糊吧 反而上是一樣 好好吃喔 有一些菇類 洋蔥 蛋 應該是用烤箱烤的 因為剛剛從冰箱拿出來烤過 還是這麼好吃 吃一口鹹派一口茶 南非港甘露茶 南非港甘露茶 有咖啡那個 應該就是那種南非國寶茶吧 這個 想吃一下 南非港甘露茶 好處喔 起司蛋 爐 還有一整顆的栗子在裡面耶 給它看一下 這邊你看有一整顆的栗子 好好吃喔 有一點鹹鹹的味道 乳酪片有一點鹹鹹的 然後栗子甜甜的 鹹鹹甜甜 把那個鮮奶油撥開 一大塊栗子 切下來吃吃看 要吃就要吃一整塊 一整塊粒子一起吃 好好吃喔 我覺得我真的太會吃了 我每次吃到好吃的東西 我都會覺得 我的人生真的是太美妙了 然後心情就會很好 所以呢 如果你心情不好的話 真的很建議去吃一點好吃的東西 心情就會變好了 但是越吃越胖 再配一口茶 如果我希望會生活 我們很喜歡吃一點點 所以我把家裡拿走 這麼多走 就是要吃一點點 就要吃一點點 然後放在那裡 是要吃一點點 然後我會這樣吃 就要吃小餐 吃我還是吃一點點 吃飯 就要吃點餐 吃了 先吃完餐 吃時間 每吃的餐 都要吃飯 盲目的員工悠閒的咖啡廳 可愛的院子裡面有座位 這邊還有賣咖啡堆 點了兩個點心一壺茶440塊